这位江湖大佬太嚣张了 为了在对手面前展示实力 竟敢公然挑衅巡逻警员 见阿丁依然不以为意 强逆一怒之下招来更多蛊惑仔 将两名警员团团包围后不停推散 但如此做法也只是让阿丁露出苦笑 只觉得强逆像个争强好胜的熊孩子 眼见大批警员感到 强逆也不敢继续声张 拉着阿丁离开了现场 她的倒霉小弟则被全部带入警局接受调查 来到公园 强逆少见的没有剑拔弩张 而是与阿丁静下心来谈话 后者质问强逆为何迷恋江湖 执意做一个刀尖舔血的黑大王 并用自己入狱的经历告知对方 出来婚早晚付出代价 结局不是坐警车就是坐灵车 但强逆听后不为所动 她表示自己幼年父母早是且体弱多比 所以常常被人欺负 有一天被逼紧了拾起砖头砸伤一名小孩 自那时候起便再也没人敢惹她 这让强逆首次领略到了 什么叫人善被人欺负弱肉强势 从此以后发誓要当一个恶人 而且要当一个没有人敢欺负她的大恶人 这便是强逆信奉的生存之道 阿丁听后知道劝不了强逆 回到夜店 强逆吸食了大量面粉与酒精 这是脑中不断服下阿丁的幻影 虽然在对方面前 一直保持着强硬姿态 但其实她的内心一直惧怕着阿丁 因为当年还是底层蛊惑仔的强逆 见证了阿丁在黑道界大杀四方的景象 那时候对方暴力的气息 便深深震撼到了她 导致经常幻想被阿丁暴躁的画面 清醒过来后强逆意识到 这个阿丁一天不除 便一天不能心安 说罢带着小弟杀入阿丁看的装修公司 可惜今晚对方没有上班 强逆只能将目标转移到阿丁的好兄弟天明身上 将其用铁钉钉住四肢 再将汽油倒在胳膊上 最后掏出一根滑子 弄残天明后强逆回到夜店 可还未等她吸上几口 阿丁便闯了进来 天明重伤使得阿丁怒不可遏 但他没有过多声张 只是死死盯着强逆 后者被阿丁的眼神吓到不敢指使 接着阿丁拾起酒瓶砸在头上 这么做的寓意在于告知眼前人 比狠比嚣张的话 没人胜得过他阿丁 再敢动他身边的人 到时候就不是砸自己脑袋 然而阿丁这么做看似很帅 骑士并无鸟用 反而激怒了强逆 时间来到几天后 社团化身选举日即将到来 此时天明已经痊愈 今天闲着没事来 帮阿丁接两位妹妹放学 随着女孩们刚走出校园 便被一群神秘人挟持上车 天明见状一边拨通阿丁电话 一边取追汽车 等到阿丁赶到现场 被敲爆脑袋的天明 已被警方蒙上白布 这时电话响起 幕后黑手不用菜也知道是强尼这家伙 后着一两位女孩做人质 要想阿丁放弃参选化身 其实阿丁本就无意竞争大佬之位 没想到强尼是个蠢蠢的疯子 非要拿他当威胁 选举当天 根据投票显示 阿丁的票远远胜过强尼 但他却举手表示弃权 随后默默离开社团 如此一来大佬的位置自然落在强尼手上 后者如愿以偿喜笑颜开 来到胖叔面前尽情嘲讽 言语间将老人比作蠢猪 居然把宝压在一个废物身上 骂完后带着狂小嚣张离去 见帮回元老辈如此羞辱 一旁干部走来询问胖叔为何不反击 强尼虽然够坏 但还算讲信用 得到华世人位置后 便将女孩位置告知给了阿丁 后者开车来到指定地点 替妹妹们解开绳子 这时发现旁边有一摄像机 打开一看竟是女孩们被轮流羞辱的画面 听着妹妹的哭声语视频里 强尼传来的狂笑 阿丁怒火被彻底点燃 昔日那位 人党杀人佛党杀佛的蛊惑仔终于归了 将女孩们安置好后 阿丁一人来到装修公司 利用机器打造了一把爵士砍刀 他心中暗发誓 今晚过后这个世界有强尼便没有他 他们两人只能活一个 就在爵士神兵打造完毕之时 房间忽然闯入一人 这名神秘男子和阿丁一样 被强尼弄得家破人亡 这次过来就是想要一起去找对方算账 而关于这位男子 他的故事比起阿丁来说 就更加悲惨了